要说我弟弟真的不懒 出去干活 在家里干农活都很利索 而且什么都会 长得也挺帅的 作为姐姐 唯一的担忧是她的幸福 到了该娶媳妇的年纪 连女朋友的银子都没有 哈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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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藏族姑娘中 这边呢是我的弟弟 我们现在要干人去干嘛 去开着装装机 然后用点图 做是非的 对 我们准备去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 去运点土 做那个施肥的 西藏一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是城区 第二是农区 第三是牧区 第四是自然环境区 那区的大草原属于牧区 不过我们是哈喽江滋县 属于半农半牧区 家里既要养牛养 也要把农田照顾好 商产藏区的粮食 现在是西藏的冬天 是农闲的世界 我们完成了丰收后 就要为来年开春的播种做准备 把肥料提前准备好 庄家生长就很肥壮 用这个装载机 然后装嘛 然后待会还有一辆车子 用它来运 我们已经发动了 准备出发 给他心爱的创载机 擦擦玻璃 你的垃圾能随便丢吗 我的天哪 你这个人 你先走嘛 我那个 跟着车子一起来 不然的话 这边坐不下 那我先走了 这是谁家的可爱猫咪 先去小麦部买一杯饮料 我们农村的小麦部 还有两瓶 可乐很厉害 可乐可乐 谢谢 请问我心里 嗯 你过来两瓶了 对 嗯 嗯 我们现在已经到实地了 准备从这里挖点土 然后弄过去 停车停车 我的弟弟叫顿猪 高中毕业后 就干脆父亲出去忙活 出生社会比较早 让他考取了驾照 学会了拍挖掘机 我们农村的空气就是好呀 那边是雪山 然后是蓝天 白云 大山 土地 冻住了 估计有点南蛙了 现在 不知道 不知道能不能 这个装作机的力气能不能够 西藏周夜温差很大 季节性温差也很大 在冬天的时候 海拔高的地区 土下层会被冻住 根据温差又会融化 就是在这样的交替循环中 形成了自然奇观 青藏铁路 川藏铁路 以及高速铁路的基地 桥端都会受到动土影响 为什么说西藏的交通建设 难度最大就是因为动土的原因 会导致不稳定 不过全国的科学家一起研究 还是解决了问题 以后有机会单独出一期视频 给大家说说 运途完了之后 就是把它弄到牛棚 还有我们的那种厕所里面 是用来做肥的 春天的时候 它要把它种起来 然后秋天的时候收起来 冬天的就这样空着 然后冬天的时候 这些就是不是有一些干草吗 在上面放牛啊放羊啊之类的 我后面的这一片 全是我们村的一些地 看到远处的雪山梅 第一趟已经运回家了 差不多两趟就够了 回去路上听着粤语歌 想起了广东生活 第二趟弟弟亲自指导 这些都是一些施肥 就是从那个牛棚里面 弄来的施肥 这个土先放这儿 然后就是 再弄到那个牛棚里面 或是倒到厕所里面 我做肥的 你们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